明朝万历28年夏季,西南风火漫天,明帝国调兵二十万,在主帅李化龙帅领下兵分八路,相位于川前之间的波州挺进,意在平定盘踞在此七百余年的波州阳氏割据势力。 此意乃万历三大争中最后的战役,也是用兵最多,烈度最高,伤亡最重的一役。 彼时,从四川方向进攻的明军攻四路,其中以骑江路最为重要,必须选择一名靠谱的猛将统侠,然而李化龙选择的这名将领却看似一点儿不靠谱。 自接到诏令以来,这位将军行军慢慢吞吞,拖拖拉拉,导致朝中言官弹劾他定时收受贿赂,才故意退一进军。 朝廷已做好将其调到南京去做冷板凳的打算。 恰在此时,李化龙一方面力排众议,说要完成平波大业,非此人不可。 另一方面,邀请这位将领入仗深谈,最终将这位老兄留了下来,并为以统帅齐江路明军之重任。 这位将领叫刘廷。 刘廷自省吴,南昌人,平波之一时已是身经百战的汉将。 明史中记载他力大无比,拎着一百二十斤大刀,再马上轮转如飞,绰号刘大刀。 刘大刀不仅力气大,打仗也很有一套,从西南方的缅甸一路,打到东北方的朝鲜,立下赫赫战功。 在远征朝鲜前,刘廷曾在四川掌兵,与杨应龙的确是就职。 杨应龙听闻是这位老友回来了,不敢掉以轻薰,不说好对应其他路明军的准备后,亲自率军迎战刘廷。 那是一场热兵器对战冷兵器的惨烈决战,明军炮冲齐发,波州军攻弩俱下,尸山血海满江场。 战至激烈处,刘廷亲临前线督战,仗剑直呼,用命者领无银,不用命者领无剑,军士莫敢不从,争先向敌阵发起冲锋。 决战共进行一百一十四天,明军在付出惨重伤亡后,终于攻陷波州军最后的堡垒海龙屯。 大势已去的杨应龙焚毁自己的新王宫后,自已而死。 整场平波战争,刘廷攻居守卫,这一年他四十二岁,登上军事生涯的巅峰。 李化龙当时所言,平波非听不可,实非虚言。 时光如梭,转眼到了万历四十六年,帝国成平了近二十年,刘廷却是个不安分的主,不打仗就要打架。 在一次纠纷中,这位暴躁老哥竟挥拳将马虎之府詹书痛殴一顿,结果被罚俸禄半年,一己之下回老家去了。 没想到,朝廷在此时发来诏令,原来辽东出了乱子。 自辽东总兵李成良去世后,原本臣赴明朝的剑州女真领袖诺尔哈赤彻底放飞自我,甩出一只七大横,立兵莫马,揭起反名大旗。 万历皇帝很愤怒,决定像当初平定杨应龙那样,调集大军荡平剑州女真。 他想到了平波战争时,立功最多的刘大刀,任命其为左军都督府,左都督千叔府市。 这时,刘廷已经六十岁,纵视老夫辽发少年狂,年过花甲的他,能否像古时的连坡,王俭,郭子怡那样,在人生暮年,夕阳晚照之时,横刀立马,再闯辉煌。 刘廷刚一到任就很憋居,首先,他发现他们上级领导竟然是杨昊。 刘廷和杨昊是老熟人,二十年前,日本大举侵略朝鲜,刘廷奉赵,复朝抗日。 刚到朝鲜值,正逢杨昊,李如梅在卫山大会战中兵败如山倒,明军被家藤清政,黑田长政指挥的日军追着打,十分狼狈。 刘廷则奉命在水源渣寨,堆战日军名将,小西行长。 文攻武斗几回合,最后,刘廷发动进攻,连连得胜,小西仓皇逃走。 这对比,刘廷队在卫山打得窝囊的杨昊,恐怕就不会太客气了,故而二人在朝鲜时期就不太和睦。 现在倒好,这个打败仗的杨昊摇身一变成了辽东经略,是刘廷顶头上次了,刘大刀怎能服计。 刘廷虽然打仗很有一套,但性格骄横暴躁。 他一到阵就发现这些士兵五倍松弛,士气低落,提议说要自己练兵,结果遭拒。 这也就罢了,没想到,杨昊与几位总兵商议出师日期,偏偏没有叫刘廷参与,这让他非常不满。 当初师日期定下后,刘大刀马上出来唱反调。 事后看来,刘廷所提的意见都很中肯,他认为现在的明军问题很多,部队对战区的地形也不太熟悉,不该如此仓促出战。 请求杨昊推迟初师日期。 可惜,杨昊不是李化龙,杨大人处理方式简单粗暴,直接怒制,国家仰视正为今日,若负邻机推阻,有军阀从事。 说完,将宝剑悬挂于军门,以示恐吓,刘廷虽满腹牢骚,却也不敢再提反对意见。 其实,杨昊也深知此时出兵,有些仓促,现在这支部队毛病实在很多,担忧架不住朝廷催促,为了保证行军和作战效率,只好强行推出法约十四条,宣告全军。 从这十四条法约中,多少可以看出当时明军存在的问题,例如,主将与不将不和,法约中便有主将与将领,牵拔总及军士,或有丝绸于阵中,趁其陷害者,审时处斩。 再例如,辽东明军长期以来有向老乡借人头的恶习,十四款法约中有三条专门针对此种现象,即杀中国被虏人民暴公折斩,滥杀投降一人及老幼妇女充公折斩,争夺高丽及北关所获首级折斩。 经过商议,杨昊给四路总兵都下达命令,山海关总兵杜松取道俯顺,从西推进,辽东总兵李如柏从清河取道丫湖关往北进攻。 开园总兵马林取道开园,往南进击。 辽阳总兵刘厅则集结于宽殿后,从西南方向出赛。 四路大军已约定十日同时出兵,以分进合机之士直到后金老巢。 对于杨昊的分配方案,刘厅有理由感到憋屈。 19年前平定波州之时,明军兵分八路,李化龙却将最重要的骑江一路交与刘厅。 而刘大刀也不复所望,现在同是兵分几路初期,刘厅的兵力却最为薄弱。 杜松争取到了最好的部队和武备,兵力约三万人。 李如柏凭着李家与杨昊的关系,自然也不会受到亏待。 其集结于辽阳的部队就在两万五千人左右。 即使是被重新启用的马林,兵力也有一万五千人。 最惨的就是刘厅,即使号称也只敢喊出四万,实际不过万余人。 虽然还有一万的朝鲜兵作为服从,但这帮人对后金毫无战役,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刘大刀本来与杨昊就矛盾重重,现在又这么分配,当然意见很大。 朝鲜方面的史料,朝鲜王朝实录中记载了朝鲜元帅江弘历与刘厅的一段对话。 一日,江弘历见刘厅问各路兵数,刘厅打约西南路大军齐进,东路只有俺自己亲丁数千人,且有各将所领,要不出满万儿。 江弘历听后问,则东路兵甚姑,老爷何不请兵? 刘厅愤愤道,杨爷与俺自不相好,必要致死,俺亦受国恩,以死相许,而二子时未时录,故刘志宽殿矣。 不难看出,刘厅怀疑杨昊故意给自己分配最少的兵,是要公报私仇,置他于此地。 万历47年2月29日,刘厅率领东路军自宽殿开拔。 四路大军中虽是同时出发,但行军速度完全不同。 总体而言,杜松一路的行军最为迅速,基本能按照时程进军。 马林一路则延迟严重,如果按照原计划,他这一路军应该比杜松疲钱一天到达萨尔虎,可是马林整整落后了两天的行程。 直到3月1日傍晚,杜松主力兵败萨尔虎,马林部仍未赶到。 刘厅和李如柏这两路军队行军都较为缓慢。 刘厅一路部队的行军路线是自宽殿出边,经太平绍往北,此地山道险峡,荆棘丛生,马上且不能成练,何况重型火器,自重。 刘厅严宽殿山路北上推进,既淤且显,车需主量用场所接送才能通过。 至3月2日,东路军已禁至两马殿,进入后金势力范围。 对于刘厅这样的猛将而言,遇到敌人就一个字,打。 东路军很快与后金部队交火,一路连破牛毛、马家等十余战,深入300余里,全军士气高昂。 很快,东路军推进至董厄城,后金牛路,俄真托宝,俄尔纳,俄黑乙三人率500骑兵营战。 刘厅避其锋芒指挥部队以分而合击的方法,维尔公之,大破后金骑兵。 俄尔纳,俄黑乙两名敌将被斩于马下,托宝率残部亏逃。 东路军顺利攻克董厄城,而刘厅此时又得到消息, 即努尔哈赤已率八级兵西上,兴惊恐虚,正是指导黄龙的好时机。 于是极其精锐,欲自董厄城只取兴惊,全军士气正旺之时,有人却站出来反对, 这个人是刘厅的义子刘昭孙。 他担心东路军有孤军深入的危险,且良想匮乏,故请求退兵。 的确,在孤军乏食的情况下,通常只有两条路可选, 保守的方案就是如刘昭孙所言的退兵, 激进的方案则是迅速解决战斗。 遗憾的是,刘厅选择了速战速决,势不反惊。 这名经验丰富的老将为何会做此选择,向来各有说法。 有说他贪功冒劲,也有说他对四鲁明军何机有信心, 相信有军可以侧影。 实际上,刘厅不知道的是,此时形势已非常不妙, 杜松在萨尔虎兵败身子,全军覆没。 马林一路也与在萨尔虎获胜后转而北上的后金部队遭遇, 双方与上尖崖展开血战。 死者弥山谷,血流上尖崖下,水为之赤,最后也被后金歼灭。 目前还在战场的只有刘厅与李如白两路, 刘厅已孤军深入,那么另一位有速将之名的李如白又在做什么呢? 按照实陈,李如白一路应该在3月1日由清河宝出压湖关, 从南面进攻赫图阿拉,可是直到3月初三,李如白仍尚未出赛。 实际上,早在3月初一萨尔虎大战爆发时, 副总兵赫世贤就向李如白建议, 禁军只取敌巢穴,以致敌之所必救,攻其所不守,可大可也。 李如白当作耳旁风, 自日,赫世贤再度禁言,禁军扑敌之须, 可谓进而不可遇者,充其虚也。 倘若四军与我战,则北陆军得进, 敌遭假击,而南陆军得倒敌巢穴也。 李如白智若网门,至3月初三, 后金部队已回尸心惊,赫世贤建议其攻敌策背, 可惜李如白已毫无斗志,以致战机一次次丧失。 后金统帅诺尔哈赤的眼光的确很准, 当击灭杜松和马林两路明军后, 威胁只剩下刘廷与李如白。 3月2日,诺尔哈赤收兵至古尔本安寨, 此时,接到探烧报告, 说南方和西南的两路明军正向赫图阿拉进攻, 诺尔哈赤召集诸将召开军事会议, 经过权衡,他认为李如白不足律, 应该集中主力,专门对付刘廷。 随后,立刻派达尔汉率1000兵马作为先头部队进发, 次日,又派二贝勒阿敏率2000兵马支援。 诺尔哈赤则与大贝勒戴善率领主力跟进, 后金部队进军非常迅速, 三贝勒芒古尔泰和四贝勒黄太极先后率军出发, 戴善于3月初三中午由戒番出发, 仅用四小时就赶到赫图阿拉, 诺尔哈赤也于当夜抵达。 次日早晨,诺尔哈赤再次做出重大决定, 除以少数兵力阻击李如白外, 集中兵力与刘廷进行决战。 3月初三是萨尔虎之战的又一个重要分界线, 在此之前,尽管杜松马林步兵败, 但明军依旧攻占后金老巢甚至扭转战局的机会。 遗憾的是, 刘廷军团被后勤部队所组, 李如白兵团果足不前, 加上受崎岖多山之地形影响, 皆未能在赫图阿拉最为空虚之时的3月3日上午之前抵达。 刘廷东陆军在进军过程中分兵为五个部分, 这固然由于地形险暇而不得以为之。 然而分兵之后基本就是利营各自为战, 相互之间也未能做好侧营。 一旦遇到后勤主力, 处境是十分不妙的, 那么刘大刀是怎么一步步踏进后勤圈套的? 刘廷一路最具战斗力的是他所带的几千家兵, 一同进军的武将, 还有管游基士都司、祖天定、都司、姚国府、 都司周文、副将、万江华等, 协同兵被赴使兼监军、康应前、 赞里军务、黄宗周等文官。 前期刘廷兵团取得不少战果, 孤军一路深入至青丰山, 向赫图阿拉城逼近。 在明史、国阙、明记北略等权威史料中, 对于刘廷兵团覆灭过程都有详细记载, 综合起来是一个富有传奇性的故事。 刘廷正向赫图阿拉进军时, 忽然有一名传令兵前来, 此人手持杜松令箭, 催促刘廷尽快北上回师。 刘廷见状非常不满, 同北总兵杜松为何向自己发号施令? 随后对传令兵问为何不发炮相约? 传令兵回答说, 边塞地区丰厚不变, 此句赫图阿拉武师里, 船炮不如飞骑快。 刘廷哪里知道, 此时杜松早已命归九全, 这名所谓的传令兵实际上是后金间谍, 但他手上的杜松令箭的确是货真价实, 搅和来的。 这名间谍回到后金军营报告后, 他们立即传炮, 刘廷以为杜松要抢投攻, 开始攻城了, 立即加快步伐进军。 而此时, 后金军队伪装成明军, 打着杜松旗帜营上来, 一步步将刘廷诱入包围圈, 最终围歼了刘廷兵团。 这则生动故事最早的源头, 出自宋茂城的九月续集中的东征激略一篇。 但值得注意的是, 在萨尔虎大战时, 宋报病在身, 不闻东征事, 后来是通过同乡, 姚世慎转述才得知战事过程, 而后并终完成东征激略。 在宋的技术中, 对萨尔虎四路明军的进军时间, 位置和方向都有偏差, 对刘廷兵团的技术中有, 刘总荣听将西北军, 刘总荣从西北渡等羽, 及时都将方位错误颠倒, 刘廷前期战国也被夸大为斩鲁散御迁。 后今间谍事件在宋的原始记载为, 刘廷兵团距离赫渡阿拉仅五十里, 间谍右旗前进大约二十里重伏, 行李许而伏兵四起, 刘屡不复整矣, 长计不如已失, 重遂兼焉。 实际情况是, 刘廷与后今交战的地点, 位于赫图阿拉东南方向的华尖子村和东宝村之间, 距离赫图阿拉城大约还有八十里, 也就是说, 后今间谍又刘廷重伏这个绘声绘色的故事, 可能只是宋茂城听闻的传言。 东陆军应该不是被诱入包围圈, 而是在东宝村以北的山地, 山谷地带与后今部队发生遭遇, 继而展开决战。 据清朝方面的记载, 三月初四日, 最先与刘廷部交战的是黄太极, 他本与戴善同行, 在与兄长商议后, 让戴善留守, 自己将兵力分为左右两翼, 向刘廷屯兵的阿布达里冈山地发动攻击, 同时又率领精兵打前锋。 刘廷部与黄太极的右翼军交战后, 就地以火器向敌军射击, 一时枪炮齐鸣, 后金军并未占到便宜。 戴善见势不妙, 急忙率中路军攻山, 左翼军也迅速攻战阿布达里冈的西面, 刘廷率部与之血战, 胜负未决, 这时埋伏于瓦尔喀什山南深谷中的 阿尔贝勒阿民与达尔汉率部杀出, 明军父辈受敌已开始动摇。 老将刘廷一如当初在波州之一时的表现一样, 身先世俗, 亲自督军与后金殊死作战, 但终抵挡不住后金军猛烈攻势, 明军且战且退, 至瓦尔喀什原野遭前后夹击, 血战中刘廷被刘石射中左臂, 仍继续作战, 未及又伤及又弊, 听由敖战不已, 子嗣至有内外断绝, 其养子刘昭孙一出入死斗, 异常勇猛, 这支孤军以身陷包围, 希望何在, 唯有援军。 在杜松马林两路皆已丧失的情况下, 李如柏这支友军成为刘廷唯一的生机。 当刘廷与后金主力拼死弱伯之时, 李如柏在干什么? 他屯兵虎兰, 不动如山, 未能对刘廷兵团起到一丝侧应作用, 更遑论出师原救。 刘廷兵团在荒野之上的战斗已结束, 残阳如血, 身经百战的老将刘廷最终以战死沙场, 作为人生落幕。 明史记事本末补夷中记载了这位汉将的最后时刻, 身负重伤的刘廷致死不详, 与后金军奋战到底, 死杀中刘廷面部中刀被利刃削去半边面颊, 由左冲右突直至立即而亡, 刘昭孙等将领也一同战死。 杨昊得知杜松、马林两路大军全军覆没的消息, 急令尚存的李如柏和刘廷两军回师, 可惜此时刘廷已经以身殉国。 3月初四晚, 李如柏听闻回兵之命, 如林大社立刻夺路而走。 有军有难, 不动如山, 李如柏在萨尔虎之战中对于有军 没有起到任何侧应作用, 反倒是撤退时异常积极, 以致自相践踏, 死伤无数。 万历十路评价说, 若李如柏当时能偏失侧影, 杀戮重围, 刘廷当不致死, 或夹击成功, 未可知也。 刘廷之死还不是东陆军最后的结局, 在复查殿之北尚有康应前率领的明军与朝鲜军, 后金军歼灭刘廷主力后, 一路难行, 戴扇令士兵吃过炒面, 马引垢水后即刻向明军发动突袭, 这支明军主要多是手持浪血竹竿长枪, 身穿皮甲的步兵, 相比后金, 他们唯一的优势就是火计。 3月初五, 天刚破晓, 在复查之夜, 明军排列起一层层鸟冲与大炮, 向攻来的后金军施法, 一时枪炮齐名, 不想静置浓烟障目视线不清, 后金骑兵利用烟障之瞬间奋勇冲击, 同时发挥攻使之威力, 杀入明军阵地。 明军在后金建设刀劈之下死伤惨重, 横尸遍野, 最终全被后金歼灭, 康应前仅已身免。 复查的战斗结束后, 火器造成的烟雾一随风飘散, 值得一提的是, 萨尔虎之战也是世界上最后一次冷兵器, 对战热兵器取得大截。 此后, 后金通过缴后的大量火器, 逐渐开始学会将其装备于军中运用。 十几年后, 后金通过明军, 降降, 孔友德等人带来的火器部队, 改变了明与后金的军事技术对比。 东陆军最后一场收尾战, 是阿尔贝勒阿敏部对战明军游击乔伊奇部。 乔伊奇的英勇不亚于主将流听, 然而此时大势已去, 纵失盖世名将亦无力回天。 乔伊奇与后金部队血斩三天三夜, 兵源损失殆尽后退入朝鲜军兵营, 准备调动朝鲜军继续抵抗后金。 万万没想到, 此时朝鲜军已叛名降金, 他们本就不是心甘情愿为明朝效力。 看到战场惨烈的状况后, 私自向后金请求投降。 戴善与朱棣经过商议, 决定接受朝鲜军投降。 现在乔伊奇来得正好, 朝鲜军正好可以拿他去给新主子献礼。 乔伊奇得知这一消息, 不愿做战俘, 遂头牙而死。 至此, 东陆军全军覆免, 萨尔虎大战胜负已定。 对于大明而言, 经此一败, 辽东问题成了帝国头上的不散阴霾。 此意中幸存的辽东经略杨浩, 和辽东总兵李如柏的结局都很悲惨。 不久后, 后勤继续进反, 开元和铁领相继之首, 杨浩因子下狱, 于崇祯二年被处决。 李如柏则在萨尔虎战败后, 被弹劾回京, 彷徨度日, 终因无法承受非议而自杀。 当年李成良、 李如松等人创起的辉煌, 也随着李如柏之死而被败得一干二净。 曾经名众一时的李氏一族, 从此微信扫地, 成为文人末客们时常嘲讽的对象。 长期以来, 一直有说法认为, 四路大军中唯一幸存的李如柏是内奸, 早已私通后今, 并告知其他三路明军位置。 这种说法没有事实根据, 但经久不衰, 明末著名文人夏允怡在其著作 《幸存录》中对李如柏多有批评。 还记载了下的一位好友对李如柏的评价, 既若且蠢, 语言皆窥, 而其父兄之风, 无以存者, 一见而知其必败也。 但即使很不看好李如柏的夏允怡也认为, 后知论者又往往以通疑罪理, 易属泰科。